各位觀眾朋友,您好,今天給您介紹一個紙字,真紙的紙。 紙這個字的國語註音是,紙三聲紙。 紙就是用真穿上線來縫衣服的意思,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女工,又稱為真紙,或者是寫成右邊這樣的真紙。 紙字,如唐代夢教游子銀,慈母手中線,游子身上衣,菱形秘密縫,一孔遲遲歸。 句中的菱形秘密縫,就是描述慈母正在做那女工的真紙工作。 紙字除了做以針線縫織來講之外,其他的解釋跟用法並不多。 另外,紙也是步手之一,但是屬於這個步手的字群很少,比較常見的只有這個斧字。 斧是古代禮服上刺繡的花紋,半黑半白,像一對斧頭的形狀。 另外,還有這樣寫的符字,也是古代禮服上刺繡的花紋,像兩個自己的幾字,也有人說成是公字相背的形狀。 但是,符符一詞,則是指禮服上繪繡的花紋,也可以用來比喻顯耀的官吏,以及美好多彩的文章。 剛才提到,婦女的真紙工作可以稱為女工,但是很多人不注意把它唸成了女紅,這是不對的。 紅字除了讀紅,二生紅之外,還可以讀功,國語註音,歌翁功,一生功。 念功的時候,在意義上,有的時候可以跟工作的功字通用。 比方說,女工,就是右邊這樣寫的女工,是泛指婦女的工作,所以真紙也可以說是女工的通稱。 最後要提出來的是,紙字可以說是一個少見難認的字,書寫的時候要注意它的筆畫,下半部中的左右都是一數。 今天節目就介紹到這兒了,非常的謝謝您收看,我們明天再會。 我們明天再會。